中国这个华东地区出现了僵尸风 大家关注了一段时间 认为这对未来的中国农业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为密冲它不仅传递花粉 其实对农作物生长播种 进行授粉 比人工要强大很多倍 如果没有密封 农业生产将遭受重创 那么总结出今天教训来了 江世丰的原因是因为农药残留 那么让密封找熟了 甚至影响到导航飞出去 就找不到家了 那么许多人提出了这个警告 甚至有人说爱因斯坦说的 当密封消失以后 人类只能在乎四年 这话爱因斯坦可能没说过 但是它的重要性大家都认识到了 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发生在美国 去年12月份 华盛顿州发现了大黄蜂 而不是飞机 不是海军的大黄蜂飞机 是来自亚洲的超级大黄蜂 或者叫虎头蜂 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台湾 日本也有亚洲 当然我们知道东南亚像缅甸 这一类的国家都有 这种蜜蜂能长到六厘米长 翼展接近十厘米 就它体型这么巨大 那么它非常强悍 而且它可以杀死很多 小型的蜜蜂 它杀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破除蜂巢的防御 把幼卵带回去 喂给自己的幼虫 应该来说 当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已经晚了 是吧 这种外来物种 目前在北美没有天敌 所以它有可能会快速的繁殖 怎么到美国来 没有人知道 科学家都在探索 这种跨地域流动 是怎么造成的 是因为它偶然的 飞进了一支集装箱 被带到美洲来的 还是有人恶意携带来的 因为它让你导致 损害的不仅仅是 农业生产 它在改变 你正常的 蜜蜂受粉的这种形态 如果它的数量多了 对美国的农业 造成的伤害 将非常巨大 那么很多人把它 归咎为这个阴谋论 恶意放到美国来的 这个比例比较大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种情况有很多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都有这种情况 有许多人 漂洋过海的 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度 他就忘记了自由的边界 带一只动物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带一些植物的种子 其实太多的人 有办法去搞定了 对吧 经常说你 一去到一个 你你家乡十万八千里的地方 你平常想吃的蔬菜 你都找不见了 怎么办呢 去茶叶呗 是不是 买二斤茶叶 在中国包装的时候 塞进去几颗种子 比如说你家乡呢 是吧 南京的菊花佬 是吧 铜豪 鲁豪 是吧 台湾人带过来的一些丝瓜 其实北美元呢 都没有 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 因为你寄来的时候是茶叶 当茶叶寄来以后 你把真空包装撕开 你要的仅仅是那么几颗种子 你认为是满足了你的口腹之欲 其实你在 破坏其他国家的生态环境 这一类的事在华人圈里并不在少数 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买一车工艺品 是吧 买一百个工艺品 参与一个真的 文物的走势也很盛起 那么既然植物种的文物都能私运过来 那么动物要是运过来 尤其是小型的 是吧 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法类 有所限制 是吧 因为我感触比较深 我在老婆曾经养过一只猴子 它叫金桃 它不是我养的第一只猴子 但是它是跟我关系最密切的一只 三年前我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它是有几两种在我怀里 钻来拱去的 但是我到美国来 我就没办法把它带过来 因为美国法律明确规定 禁止宠物类的林长类动物入境 绝大多数人 非常愿意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即便有些人心里愤愤不平 是吧 我们好莱坞 洛杉矶这儿 好莱坞有一个明星在德国 领养了一只猴子 他跟他相处的很好 他现在为了把这只猴子 带到美国来打官司 已经花了好几万美元了 打了几年的官司 到现在还没成功呢 但更多的人 是通过私下的渠道 他们知道违反所在国的法律 但是他们还在这样干 我们今天不能确定 刚刚被发现半年的 这种大黄蜂 是吧 杀人蜂 它怎么来的 因为它 对民众的危害 其实更大 台湾就有老师 在郊游的过程中 因为这种虎头锋杀人 盯孩子 他为了保护孩子 最后殉职了 美国的 医学部门 也在建议民众 遇到他 赶紧报警 跟他脱离 进入房间 或者车里 因为他 盯一下 可能会很疼 但是有一大群呢 多来几个 这种杀人蜂盯你 有可能你就死了 因为他不仅仅 是捕食 比他快头小的蜜蜂呢 他也会攻击人 而且当他攻击人的时候 不仅仅是让你长个包 你甚至能看到 血肉在融化 被盯得多了以后 你的肋脏 也会出现问题 它会导致人的死亡 这不是一个小事 每一次 我们看到这些 跨地域流动的 这些没有天敌的动物的时候 甚至植物 都会在想 这是不是全球化 带来的副作用呢 其实是的 洲际旅行 洲际航行 洲际飞行 都会带来类似的产物 就如同现在 大家一直要搞清楚的 武汉肺炎一样 它来自于武汉实验室 大家都知道了 它是不小心泄露的 还是故意放毒的 这个大家不知道 大黄蜂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它来自于亚洲 在东南亚 在中国 在台湾都有 但是怎么到美国来的呢 会不会在很快的时间里 遍布全美呢 它对农业的生态的破坏 是非常巨大的 人们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的 不仅仅是对农民 对养蜂人的预警 其实也是对 普通民众的预警 因为当它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对人 它的攻击性 也是非常巨大的 你不要认为 仅仅是一场噩梦 它有可能会导致你 人生终结 我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对这条新闻 有足够的认识 它是一个 我们对它了解 不是很透彻的新的生物 原先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但是今天 它已经出现在北美大陆了 这一类的新闻 往往它背后 都蕴藏着很多东西 今天被推送到我们的面前 其实就是一个样板 好的 谢谢大家 再见